嗯 Hello,大家好,我是Saya好 uelle大家好,我是La La 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看秀 我们首要是买不起最外面的焦我的Bili 最近十个人冲大急震 各大品牌物大换学 但是换学的时候大家就产生一个疑问 怎么女性越换越少了呢 玛丽娅阿姨和Vilginny说我请问呢 是我占得不够高呢 这好的女性摄影师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其实女性创业总监还是有的 但是都為人比較的低調,工作完還要回家帶孩子 沒有滿世界巡演合照,進隔熱舞 不像隔壁的,和,你們來天空 比利沃在寶石龍已經幹了13年的Claire Chazé 在比烏剛剛上任Chloe創意總監的Cherména Kamali Chloe不是一個在我們節目中常常被提到的品牌 但是Chloe作為資歷能和Dior香奈兒平起平坐的老白時裝屋 歷屆創意總監廣廓了老佛爺Kell McPhil,Stelle McCartney,Phoebe Philo,Claire Whit Keller等一眾響噹噹噹的名字 也曾經在2010年靠一款小豬包風靡全球 近年來,聲量卻斷崖式下跌 只有當McGala舉辦老佛爺回顧展的時候才匆匆閃現充當綠葉 而Cherména Kamali則為業內人知曉行業外茶屋此人的一位女性設計師 第三次回到老東家Cloe能否逆風翻盤 在男性主導的時尚圈站穩腳跟 帶領Chloe從時代的眼淚重新成為時代的寵兒呢? 那今天我們就和大家一起來看看Kamani所執掌的Chloe首秀 也就是最新發布的2024秋季秀場 通常過世以後就把頭用來看追加抹 而Cherména Kamali則為除了一位女性設計師 《电视》 秀场看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还挺不错的 有如一阵春风吹向我干涸的内心 结合卡玛丽就是20多年的工作经验 驗證了一句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哇,很高的评价了 和你有同感的还有Chloe的创始人Gaby Eggel 她的孙女Michella Eggel 看完秀后她说,嘿,那叫一个地道 怎么吃到了杂浆面 北京老胖 不好意思刚有道翻译了一下 她说的是It's a homecoming 一次全盛的归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中文Chloe的秀 那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如此精准地呈现这样原汁原味的一场秀 原因就是在Kamani她本人是Chloe的第一大粉头 那我们来先说一下设计师Kamani 她1981年出生于时尚荒漠德国 学生时代她最崇拜的就是德国之光Colorfield 从而也爱上了卡尔当时任职的Chloe 所以在她实习季需要向时装屋投递简历的时候 她的同学们都广发网 每个时装屋都写一封简历 而她只写了一封简历给Chloe 不仅投了简历而且直接买票冲去了Chloe的办公室 就说你给不给 你到底给不给 那Kamani来到了Chloe Chloe前台的office siren 推了推评光静说 Excuse me,小姐,你没有预约 Kamani说,我身为一个德国人竟然忘记了预约 看在我被爱冲昏头脑的份上 你就让我见一下你们的studio director吧 我可以的 于是坚持不懈的Kamani终于在天黑的时候等来了一个面试的机会 也由此开始了她在Chloe的职业生涯 她和著名的女性摄影师 比如说Phoebe Philo Hannah McGeeble Claire Whit Keller 都曾一起并肩工作过 并且在2016年去了圣罗兰 待了6年 Kamani今年才43岁 公民却长达26年 三进Chloe 终于坐上了创意总监的宝座 是的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要想生殖块还得靠跳槽 角度丢尊 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Kamani的首说在我看来是厚资勃发的 看似漫不经心 实则全权盗漏 每一个look都紧扣着Chloe的品牌DNA 是的 那问题来了 什么是Chloe的DNA呢 那就是女性力量 自由精神 在这里就要给大家来说一下Chloe的创始人Gabby Eggion的故事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一般创始人不都用自己的名字吗 为什么她叫Chloe 她创始人不叫Chloe 好好给大家说道说道 故事会开始了 Gabby Eggion 她原名叫Gabriella Hanonka 1921年出生于埃及Alexandra的一个富裕家庭 从小家中的女眷就会聚在一起 翻开来自法国的时尚画报 并且请家里的裁缝 一样画图纸 模仿着来制作衣服 Gabriella和青梅竹马的玩伴Raymond Eggion 于1940年结婚 冠以复兴之后 在1945年的时候就一起移居到了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法国巴黎 婚后的Gabrie厌倦于贵妇圈 每天就是八卦 买东西晒娃的生活 她则更留恋于巴黎左岸Cafe Society中和各种文豪呀 艺术家、诗人进行思想上的碰撞 她也因此深受鼓舞 向往和她们一样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 而不是一个依附于任何人的一个女性 当她宣布自己要创业的时候 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很疑惑 家里有钱,你为什么要出去工作? 说我给的钱不够多吗? 老公陷入深圈的自责 她的富二代朋友们还开玩笑打赌说 她的品牌撑不过两周 在当时名门淑女出去抛头露脸的工作 对于家族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所以Gaby就无法用自己的名和姓 来给自己的品牌命名 因为她把创业失败给家族蒙羞 所以她就借用了一个好朋友动听的名字 Chloe 哇,这个是可以的吧 拿朋友名字去创业 好了是贵咪,不好的是敌咪 什么敌咪? 就是敌人的秘密 就叫敌咪 那这位富婆创业选择的哪个赛道呢? Gaby就心想 创业要选长妇,我就擅长什么呢? 我从商场买买啊 买了这么多衣服 我要创立一个时装品牌 所以贵妇VIP们最后的道路 都是创自己的品牌 直播买货 打败打败 把玩玩看我们家的刺秀 撞到1比1 没错 那直播带会第一步是什么? 把价格打下来 当时的巴黎其实还是 Haute Couture高级定制的天下 那贵妇小姐们呢 得以让时装大师们为自己量身定做 老百姓们则会让门口裁缝店的师傅 按照画报上的款式 拷贝一截 Gaby她笃信 A thing of beauty and quality should be seen on women in the streets 美好的时装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拥有 于是呢 她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那就是Petal Poté 也就是Ready to wear 陈衣系列 价格低于高级定制 还能随看随买 诶 这边又有一个盲点 某些品牌比如说圣楼兰 你都说圣楼兰就不用说某些品牌了 说陈衣是他们手创的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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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众的知识增加了 Cloé才是第一个推出陈衣概念的品牌 她比圣楼兰其实要早个10年左右 Gaby将品牌的陈衣 就别出心裁的安排在了巴黎左岸的Café de Fleur 花神咖啡馆 这个花神咖啡馆至今 还是小某树上的网红大咖点 对,也是波幅写第二星的地方 是的 那不同于其他品牌秀场的隆重 Gaby为来宾们端上咖啡 让他们一边惬意地享用早午饭 一边欣赏模特们穿梭在桌椅之间 那跟现在的网红一样啊 就是先卖鸡爪,然后再卖衣服 在设计上二战之后的时尚圈 迎来了以Dior为代表的束腰New Look 和Balenciaga为代表的几何剪裁 净朗的线条和夸张的扩型是审美的主流 而Gaby从自己作为女性的穿衣体验出发 以自己在海边俱乐部所穿着的 就是非常轻柔的衣服为灵感 创造出了反主流的Soft Look 意图解放女性的身体 让女性可以自由地行动 同时也方便工作和出行 她真的是一个一生要工作的女人 1960年Gaby和Maximum de la Flaz一起设计了一件 名叫Anne Brown的衬衫裙引起轰动 真的是只有女人才最懂女人 衬衫裙是我日常最常穿的一种衣服款式 真的是又得体又舒服 是我在直播间看到会激情下单的款式 又要了直播间了 他们这期是给直播间做的广告吧 而Chloe的爆火又沉上70年代的东风 70年代嬉皮式崛起 性解放运动 女性权益浪潮 都完美契合了Chloe自由的性格 Chloe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会被简单地归纳为70年代的波西米亚风 但是如果要具象地描述Chloe的神韵 我想反过著名摄影师Guy Burdin的照片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飘逸柔美俏皮洒脱 OK说了那么多 其实了解完背景知识 再来看本次秀场就非常非常容易理解了 薄纱的元素贯穿了整个秀场 来表达女性轻柔的特质 我们可以看到look1 look48中 秀容的长度被大幅的延长 衣美飘飘风的轨迹被巨像化 沙土色的布料仿佛在阳光下扬起的尘土 Chloe的创始人Gaby曾经说过 Igit is a color for me 我的故乡埃及在我眼中有一种独特的颜色 The sand is the most beautiful sand I have ever seen a rose-tinted beige It feels like silk in your hands 玫瑰色的沙漠触感柔软如真丝 是我一辈子的香愁 那设计师卡玛里在本次秀场当中 选用的颜色也非常的温暖 暧昧 低饱和度的肤色灰蓝脏粉墨绿 给松散的扩形增加了厚度 我很喜欢look14当中 布料层叠之后造成了深浅不一的效果 让摩托曼妙的身体好像被裹在一款深藤的热气当中 朦胧不清 为了表现轻薄 卡玛里不仅用了纱这一个戒指 他还回溯了品牌在70年代的Archive 重新启用了老佛叶执掌Chloe时期 钟爱的精巧蕾丝 比如秀场中look3的蕾丝衬衣 就是对1977年秀场的致敬 老佛叶在任时期 天爱在成品蕾丝上 达到了相似的重工效果 费加罗的主编Anna Sophie Fong看完秀后 她说 Maybe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Kyle may be alive again at Chloe 老佛叶在Chloe的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第一次复活了 主编说话颇有艺术 让我回想到去年的Mand Gala 上面的小激情裙不是复活 是被电尸 除了用浪漫的沙电令基调 卡玛里还有意地在自己的第一场秀中 打造了一个Chloe女孩的日常衣橱 剪裁精练的开刹长裤 拼肩牛仔裤 粗泥夹克 针织套装 这些单品取自于街头随性时髦的女孩 特别是LOOK5和LOOK33 让我一秒唤世青年代的法国fashion icon Jean Berkey 虽然Chloe想要回归法式血统的意图还蛮明显的 但我却能在秀场当中看到很多来自英国的扩行 因为在Chloe的历任设计师当中 有四个来自英国的女性设计师 比如在LOOK3、LOOK7、LOOK12里的开刹长裤 就非常的Phoebe Fellow 如果它的价格没有Phoebe Fellow自由品牌贵的话 我觉得可以冲一波 再来看贯穿整场秀的斗篷批肩 风衣丽领 以及LOOK28、LOOK30里的格纹印花 也是我这个观点的佐证 英式的英朗中和了法师的慵懒 我很喜欢在LOOK24、LOOK32当中 肃穆的外套与勾花针织连起衣的对撞 是一种不以为意的冲光炸蟹 而在LOOK10、LOOK13、LOOK20、LOOK35当中的材质对撞 则能看到一些老东家圣罗兰的styling思路 那就是让莎在一个不透气的外壳当中倾泻而出 但是相比于圣罗兰的H版型 卡玛丽的扩形更A、更松 莎的占比更大 更强调人走动起来的美感 设计师还在LOOK15、LOOK42当中 在流苏皮革上面探索了软硬结合的更多可能性 让人非常惊喜 在styling上我们可以看到发带、飞行员墨镜、流苏小毛根 轻松地塑造了70年代的怀旧氛围 卡玛丽特别花了很多小心思在绣场的五金件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模特的项圈、吊坠、包包上 都可以看到有码头、香蕉、菠萝的样式 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黎罗河的夏天 特别是当知道了Chloe创始人的背景之后 而且就是那种尘土飞扬 就整个开罗营造在一个非常粉红的烟尘里面 然后黎罗河的那个船上晕着这种香蕉、芒果、菠萝的那种感觉 是一个很丰饶的一个图画 对 那这些码头、香蕉、菠萝的印象 其实是来自于Stella McCandida执掌下的Chloe2001春季秀场 Stella McCandida知道是谁吧 她是Beatles乐队成员Paul McCandida的女儿 设计风格一直带有强烈的摇滚内核 在Chloe2001的春季秀场里面 她将菠萝印在了普希的位置 然后将沉串的香蕉放置于胸部,好像一个手的样子 还在T恤的背后写上 Keep your bananas off my melons 卡玛里将Stella McCandida的设计延续到新的Chloe秀场当中 强调了Stella所代表的女性调皮戏谑的那一面 整场秀看下来就是有任有余一气呵成 品牌精髓一个不辣 却没有为了点题而点题的生意感 这个点是在Skyferelli上 很明显 Skyferelli说可以不用Q我的 我看起来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陈的一个 或者说功力很深厚的一个设计师 但我看到了有Anfoni Valcarello的感觉 或者是有Piedemudian的感觉 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丧任设计师矛头小肚的感觉 此处我画两个品牌 不会有一种太玄师奏业的感觉 设计师卡玛里羡慕的时候 他可爱的儿子就一下子冲上去拥抱了妈妈 这温暖的一幕让秀场头牌的冷练时髦精们就一下子都笑了出来 我觉得这一幕很好地概括了秀场给我的感觉 本次秀场呈现出的Chloe女性 是让你想要展开双臂去拥抱她的 让你想要埋在她的脖颈间闻她的发香 而不是像圣罗兰女郎只可远观不敢触碰 生怕弄皱了她的吸烟妆 是吧 卡玛里在接受Vogue采访的时候也说 When I worked at Saint Laurent Sometimes I would propose something to Anthony Vaccarello And he would say Oh no, this is just too feminine It's too soft, keep it for Chloe 在圣罗兰工作的六年当中 当我给Anthony Vaccarello提出一些想法的时候 他会说这个太女性化了 留着给Chloe用白了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大概18年19年 那几场灰红的灯光秀 你们有很多大量的波西米亚的风格 Anthony Vaccarello口弦起正直是吧 我觉得其实是能看出来那些比较缥缈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就是卡玛里回到了Chloe 就是像回家的感觉 就像秀场主题intuation一样 就是本能的意思 卡玛里在Chloe耳无目染了二十几年 用多年积累的本能和充沛的情感 精准提取了唤醒品牌力的经典元素 虽然这第一场秀在秀场场地 以及音乐编排上面还有挺大的提升空间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 设计师在第一场秀对设计的方向把握是非常准确的 在她的笔下 女性的敏感、果感、浪漫、柔软、悉数呈现 让人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是一场出自女性设计师的秀场 是男性设计师设计不出来的 是的 我想说的就是job well done 而且秀场有很多让我眼前一亮的搭配方式 我很喜欢她把轻柔的纱塞塞到一只极稀高跟鞋里面 就是这种软硬对撞与女性坚强和柔软的性格特质 在秀场上只靠这一个设计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她尊重Archive的表现 这是她翻ChloeArchive里面 发现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styling 然后她就延续下来了 不要磨改 你只要不磨改一般都没上 就像有些设计师她并不看原来设计师的东西 做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是吧 做自己印象你的东西 分析完秀场 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 Kamali对之前所有设计师的致敬 你可以看到她有致近Karlow的蕾丝 她有致近Stella McCartney的五金 她有致近那些英国女性设计师的那种俐落的剪裁扩型 所以她运作的方式很像大象的那种母系社会 领头的母乡组长是会传承知识和经验的 项群的智慧是历代祖先记忆累加的产物 可以说是集体的智慧 我认为这是女性设计师非常独特的地方 而不像男性设计师那样 一上任就抹出前辈的所有的痕迹 撒尿标记地盘宣示主权 那说完Karlow的这个品牌 我们再说一下Karlow的母公司利丰集团 利丰集团虽然动作贼慢 但是我觉得她真的会选人 阿拉雅选了Peter Mullian 又给Karlow选择了Kamali 都是品位好根基生和品牌 调性很契合的设计师 而且他们其实是在时尚圈打磨了很久很久 其实他们几十年这种工作经验 让他们在时尚圈已经有个非常扎实的人资网络了 对于后面的品牌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品牌 它想做好 它不是做大而全 而是要找一个切口做小而精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 我觉得一个品牌无法取悦所有人 你就精准打击到喜欢你那个风格的那群人 并且把你的品牌打磨到天花板 我看完这次Khloe秀场 我觉得它是能勾回一些 比如说老Seline的顾客 或者说老的Khloe的顾客 可能会重新回来这个品牌 其实我不是女生 但如果我是女生的话 我觉得我还挺想去尝试这一季的衣服 我觉得很好看 没错 因为其实我平时有两个衣橱 一个衣橱是为了好看的 一个衣橱是为了舒服的 然后我觉得Khloe 她这次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舒服 我觉得她和阿拉雅其实是一个露宿 阿拉雅她做Mesh 做得很厉害 做剪裁 做阔鲜 Khloe是个软化下来的一个雕塑感 她是做纱 然后做一些针织很厉害 但是又同样很有性格 这是我在很多考虑时候的大军牌 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她做成阿拉雅现在这个样子就会很好 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好 她整个设计非常的流畅 是的 我看她有一种Pieter Mullet刚进阿拉雅的感觉 因为阿拉雅在Pieter Mullet之前 她已经有一些老气了 有一些固化了 有一些很难再去改动了 但Pieter Mullet一进来就把她盘活了 然后像Khloe给我一种相似的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像 而且她真的是没有那种没有降气 这个还蛮厉害的 没有就是为了什么而什么的一个设计感 而且立峰作为一个硬射集团 她不太会轻易地去换设计师 所以我也很期待看Mali会在未来 把Khloe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关注Khloe这个品牌 它应该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那在节目之后 我们也把我们觉得本次秀场当中 非常好看的肉给挑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哦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里面积极地告诉我们 你们Pick拿几套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头牌看修的所有内容 想大家喜欢 如果你觉得本次秀场看的还开心的话 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 如果可以大新点关注 我们下期特牌秀场再见 拜拜